大大小小的石塊 就像天女散花一樣 布滿整個人行道 一旁大批民眾圍觀 完全不敢相信 正中午竟然下起瓷磚雨 大聲啊 碰一聲啊 然後我們以為是車禍 跑出去看 結果是那個石頭掉下來 事發就在新北市永和福克路 二十六號上午十一點多 瓷磚石塊從大樓外牆剝落 瞬間砸落路面 就怕瓷磚還有掉落風險 警方隨即到場拉起封鎖線 雖然沒有民眾受傷 但下方三輛機車卻慘遭波及 不僅車殼大面積破裂 就連椅墊也被削掉一大塊 被降落後 我最寶貝的車子 要重建都講好幾年了 一直都好像沒下文 大樓屋嶺超過五十年 一次受到前幾天地震影響 加上放晴後熱帳冷縮 瓷磚才會應聲剝落 目前現場瓷磚已經清除完畢 屋主也貼上告示 表示願意賠償到底 如果掉落情形 會甚至影響到人員的安全的話 那我們就會依建築法 騎機票 就跟他做一個開罰出發 雖然屋主願意賠 但根本問題還是老屋修繕 要是三個月內沒趕善 最高可開罰三十萬 這回幸好只砸中機車 要是砸到的是人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熱帝磚有淘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